台北市民女子拿了50張的百元美鈔 到銀行要換新台幣 結果被行員發現竟然是未鈔 警方到場之後女子公稱 美鈔是朋友給的 朋友也因此被約談到案 儘管朋友便稱 這個錢是在中國經商拿到的 並不知道是未鈔 還是被警方依法送辦 過年就快到紅衣夫人抓準時間 趕快到銀行換新鈔 但交給行員的一疊疊百元美鈔 行員越看越奇怪 仔細比對發現竟然是假美鈔 一張張百元的美鈔攤開來 裡頭沒有一張是真的 全是假美鈔 事發就在北市中山區松江路上 這名離心婦人 16號拿著50張的百元美鈔 想到銀行換15萬新台幣 結果被行員發現是未鈔 還公稱這錢是朋友給他幫忙換的 而警方貨報後 循現約談女子的好友刀案 好友則說這點美鈔 是先前在中國經商時收的 並不知道是未鈔 但不論值不值勤使用假美鈔 就是得依法送辦 早期的舊版 就是全部都是黑白的 那個就是防偽比較跟不上時代 被俗稱超級超級美鈔 氾濫 所以說他們才趕快改版 掙扎美鈔比一比 不論是透過的觸覺視覺 立體感或是顏色都很相似 不常經手的民眾就很容易混淆 循現通知 陳姓婦人到案 一稱不知道這是偽鈔 兩人偵訊後 依偽造貨幣罪 以警地檢署偵辦 使用偽鈔最高可以處10年有期徒刑 並科15萬罰金 過年換新鈔 民眾可得多留意 不論美鈔還是新台幣 到手時都得仔細觀察 免得換鈔不成 吃上行責 記者陳蔣 劉淳偉 台北報導